当然你也注意到了 今天仍然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 在下午气温一度飙到了32度 使得今天上街头的民众各个热翻了 雨伞投金 各式各样的防晒装备通通出炉 沿路卖冷饮的店家没开眼笑 生意好得不得了 特别是便利商店 矿泉水几乎被抢光了 民众进进出出 除了买水之外 还顺便吹下冷气 为了抢免费矿泉水 你推我挤 无一气大游行 遇上大热天 市议员提供的补水站 瞬间塞爆 补充体力的馒头也被拿光光 不用钱的抢成一团 要钱的生意也好的不得了 灭类商店挤满春冷气 外加购物人潮 小贩通通出来抢着做生意 老天爷很赏脸 让游行的男女老少不忘做防晒 敲马扬伞 台湾投金 还有不少人都像这位太太全副武装 全身包的密不透风 就怕一场游行走下来 体力没透支 却先变成黑面人 中央黄明军 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